2.45的版本,哇,終於出現了 最後這個的話,等於是又有icon 又有顏色了 那這樣子看起來其實相當的別緻 當然你現在在即時的時候看不出來 我是建議你還是一樣可以 在那個瀏覽器中預覽 這樣子看會比較清楚 你會發現如果在瀏覽器中看 哇,顏色 這個字的顏色可能要變比較深一點顏色 有沒有,這些都有了 OK 只是這邊的icon可能也把它改一下 這樣的話呢,整個就會變得非常的煥難一新 那至於的話呢,要改哪些地方 其實喔,我要把最後我找到的那個 修改的程式 加在這裡 那其實喔,最後 只要 再增加一行敘述就好了 就這一行敘述 那也就是說我們原來不是有什麼 206f.mini.css OK,一樣照改,一樣照下載 只是說就這一行 所以我有把這個當範 範本部分的話 就把它貼到那個雲端上面 你們可以知道第四個單元 的哪個地方 最關鍵的地方 就在這裡 我乾脆用黃色 把它醒目提示一下 這個好不容易找到 因為實在是很多方法 是 發現原來是這一行 OK 那在第1頁的地方喔 有沒有 如果要修改新的布景主題 應該是喔 新的 1.45的布景主題 OK,這樣比較清楚 那 最後的那個名稱 一樣是206 如果你把它改成206f的話 一樣去把那個地方的那個資料 一樣把它 這個檔複製過去 喔 那 其他都不要動 那就把這一行怎麼樣 把它複製 這一行喔 複製有沒有 Ctrl C 然後Ctrl V到哪裡呢 到原來我們之前貼上本來是 上面這三行的 的程式 不動 在他的下方 貼上就可以了 貼上之後的話呢 那這個名稱記得喔 是要完全符合什麼 符合這上面的這個 這個名稱 有沒有所以喔 他路徑一定是 這個名稱 底下的這個 OK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 那也就是說喔 如果用這個方法的話 那我們可以 既可以把那個 我們的Icon 變成 我們要的這個效果 又可以把那個布景顏色 做一個變更 那整個整體的話呢 我想喔 一定會大大的不一樣 所以喔 今天的話呢 大概喔 基本上喔 我們好不容易 解決了兩個 很大的問題 那這些相關的東西 其實網路上 也不見得 可以找到 需要的答案啦 找了蠻多 蠻多網頁 然後網頁裡面 其實最後發現 還是 自己要試 不然的話 有些東西喔 不見得有 標準答案 即便有那個 答案給你喔 但是也不見得 真的可以 弄出來 所以今天主要又增加了兩個 重點 第四個單元喔 就是 把Icon 全部變更 OK 所以將來喔 我希望就是 你們那個文學家的App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加上那個Icon 那可能你就是需要 把它改版成1.45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喔 一樣把那個布景主題 可能要重新做過了 因為如果你用1.01的那個版本的話 那它是 沒辦法 RUN的 但是呢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1.45 除了上面要這三行之外 最後的話關鍵就是這一行 那我有把這一行 的那個 連結 最後那個 那一行程式貼上來 所以你把它變更 那我們基本上 這期的課程大概 主軸就是雲端應用跟那個App設計 最後這個App設計 其實難度會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你們的那個期末成績 有30% 可能要靠這個 但是我給各位的標準 不會太高啦 反正第一個 你只要 有做出一個 文學家App的基本框架 其實就有基本分數了 那如果你再多增加 比如說你在List View上面做圓角 或者是底下 做一些 效果 反正我 前面課程有講到的 你就把它加進來的話 那每個地方我就一直加分 反正我看到最後啊 如果你需要拿比較高的分數的話 那你就把前面我講過的東西 再把它融入進來 最好我現在看到了 最完美的就是 又有制定的icon 然後顏色又是鮮豔的 內容又是豐富的 OK 整體 也都沒問題 所以最後的話呢 你們期末的這個App 主要 就教幾個東西 第一個 就是 一個APK檔 那APK檔的話呢 基本上 應該記得吧 就是把它傳到那個 Fonegap網站上 把這個小綠人點下去 它就下載了 下載的話不就APK 那你把這個APK的檔案 把它怎麼樣 檔名重新命名 也許叫什麼 某某某 的APP好了 OK 比如說 什麼 徐志摩 APP 點APK OK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給我什麼 那個網站的壓縮檔 點ZIP檔 OK 主要大概 就是這兩個 作品部分 那另外的話呢 最後呢 你就是在用那個 Word 稍微 去述一下 你這個 製作的過程 當然你就 簡單寫一下 你的過程 你的那個 心得 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就跟那個 其中報告 是差不多的 方式 好 這樣 其末的作業 這樣有沒有問題 OK嗎 好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這部分 有 有 我 我 有 我 有 感谢观看